首先我會分享一下我在小學間教學現場 應用一些甚至AI在教學的一些想法跟一些回饋 我會把應用甚至AI教學分成幾個層次 第一個是先教會老師跟教會學生 如何把一個問題問好 後面是針對老師的一些教學的實踐 跟學生一些實踐來提出一些反饋 跟我一些的觀察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叫做李寅俊 主要在布丁他們所辦的AI聯會 還有在台灣人工智慧聯會分享過 我外號叫主委 因為長得跟陳吉仲主委很像 他有一陣子就會叫部長了 用AI分析圖片 結果是跑出來陳吉仲部長的照片 所以有一陣子在外號 在我臉書上就會叫部長 不過部長時間比較短 因為主委時間比較長 已經不是部長了 現在是教授了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演習 就是說所謂生日式AI 他對我們教學的影響 其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 應該說可能大家已經在用了 可是不知道對我們教育會有什麼影響 甚至來說 他只是一個對某些人 或許只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對教學上來講 他的優點在哪裡 他的缺點在哪裡 我們的疑慮是會在哪裡 然後會簡介一下什麼是生日式AI 然後歡迎大家盡量吐槽 因為我發現這邊很多很專業的 如果講錯的話請跟我盡量吐槽沒關係 然後如果問出好的問題 跟如何應用在教學跟行政的工作 簡單來說去年去HT發表之後 等於就是對世界產生了很大的衝擊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並沒有想碰生日式AI 其實我覺得我一開始 我只覺得說那個工具已經太多了 教學的工具已經太多了 我們到底要不要用在教學上 不管是老師或是學生來講的話 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講都已經太多了 但我們不知道這個工具對我們有沒有用 能不能幫助我們教得更好 幫助我們學得更好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必須思考說 如果把這個工具放到我們教學脈絡裡面 而不單單只是因為它心 它很好用 我們就要去用它 我們要思考的是 怎麼樣去促進我們的師生的學習 簡單來說甚至是AI對孩子的影響 我先簡介一下說 我過去這半年來大概帶學生做的事情 第一個是探索未知 就是說我在今年暑假的時候 就是教學生 小學試掉六年級學生學寫Python這樣子 我發現說只要經過大概兩個禮拜下午的時間 他們就可以很簡單的 他們就可以使用去寫出Python的遊戲來 對就它只是簡單的下Point而已 他沒有真的 我們有前面我們10天的時間裡面 大概有7天是在教簡單的If else 然後Condition 然後Function 就是簡單的 而且我們學的時候是想 逼他們像學英文這樣子背 會這樣想 是因為我那時候看到一本書 叫Programs Brand 他主要是說 他覺得學寫程式比較像是學英文 都是一種語言學習 而不是一種數學邏輯 然後我又想到說 其實去GVT 我們都說它號稱通曉世界一百多種語言 包括程式語言 所以理論上來說的話 學語言應該是相通的 所以我就是像他們學寫Python的時候 我就逼他們像學英文一樣 每天要做那個小考 然後背單字這樣子 背起來每個工人 然後試著把他們組合起來這樣子 然後到後面3天的時候才開始讓他們去寫專案 又去問TrackGVT問題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做的結果反而是 4年級的小朋友做出來的遊戲是 大家投票之後做的最好的 對 然後你問4年級小朋友為什麼做的最好 他就說 我去觀察他做的 他就是不求聖結 他從頭到尾他沒有想要搞懂說他為什麼寫錯 他就是不斷的叫TrackGVT改 我覺得你這個遊戲顏色不好看 我覺得你這個人跑得太慢 我要多個時間的功能 簡單來說就是冠老闆 因為我覺得用到後來TrackGVT 要用得好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你是不是一個 應該講你有沒有帶過人的經驗 你有沒有一個管理的經驗 我發現我們6年級的小朋友 他都會覺得說他不懂他要搞到懂 他才要前進下一步 他不會的他會去Google 他會去把這個觀念搞懂 他得了解他為什麼錯誤之後 才會改下一個程式 可是4年級小朋友他們不是 他們是不懂 他就說反正我就不懂 我也沒有想要搞懂 我就是不斷的改 改到叫TrackGVT 他可以花兩三個小時 叫TrackGVT改 但是他做出來 可能做出來你叫他解釋他 第一行到最後一行程式 他沒辦法解釋 他只能大概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他沒辦法解釋說為什麼 這個會這樣這個會那樣 可是他做得出來 對 然後我有跟幾個教授好了 他說教授的看法是說 可能是4年級小朋友還在具體運濕期 然後6年級小朋友比較到抽象的運濕期 他們可以理解比較抽象的概念 所以他願意去深入 可是這不是好的學習方法 我先承認 對 只是我們在試驗說 如果要讓一個學生 掌握一個新的知識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做 所以後來就是看這本書 就是Learn AI Assisted Passive Programming 他就說這本書的作者就說 他也很難想 現在寫程式我們還是 這本書的作者是說 他現在教寫程式 可能以前要花一個學習 甚至一年才能做出一個專案 可是以這本書來講的話 他是先叫大家用Prompt 做出一個人動的東西來 再回過頭來教大家怎麼去改 對 就跟我們教小孩子的方法一樣 就是說先讓小朋友用Prompt 去做出一個可用的東西來 然後從他可用的東西裡面去告訴他 這個功能是什麼 那個功能是什麼 從去去解構這些他學會的知識 然後最後這個作者他也說 他目前我們還是只能用Prompt 你要去拆解問題 去做出一個小的專案 小的方學 小的程式這樣子而已 可是可能在5年內 整個Trange PD提升能力 可能會比人類提升的更快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 去界定所謂我們要學習的內容 跟我們人類到底跟AI 相比我們的優勢在哪裡 這是我比較擔心的地方 再來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除了前段的學生 他可以透過Trange PD去學習新的知識之外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最新的一些PISA的研究 應該很多父母都會關心的 就是PISA來講的話 台灣的數據是這幾年來創新高 我們本來以為疫情過後 全世界的學習成效都會往下走 但是以台灣的報告來講的話 我們的分數甚至是向上的 PISA PISA 不是大家剛才在吃的PISA 是那個 台灣都很喜歡用一些國際的考試 去證明台灣的能力這樣子 整體來說我們台灣的成績 不僅是排名還有分數都是上升的 有些人會說因為我們 可能中國沒有參加 所以台灣的民是上升的 但是其實我記得之前看 中國也是只有上海參加 他也不是全中國都參加這樣子 然後台灣不僅是分數跟排名上升 可是長官們會覺得說 我們台灣的排名會上升 是因為我們的停課時間少 然後我們的數位學習推動很成功 108課剛推動很成功 所以進步 但是我比較是會把他鑑定在 全體老師跟學生一起的努力下 所以我們的成績有所進步 但是這個研究也告訴我們 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的數學進步了 前端的學生進步了 後端的學生也進步了 只是說中間的差距被拉大了 就變成說好的更好壞的更壞 甚至還有一份報告是說 當學生他使用數位學習的時間 他花時間在數位學習上面的時間 可能是用載具去看英材 或是看軍醫 可能是跟同學討論等等的 他使用的時數 也跟他成績提升是有相關的 就比如說他可能花兩三個小時 就可以提升成績這樣子 然後甚至他有去調查 比如說有些禁止使用載具的國家 他的成績反而是下降的 對 然後我就 好 不好意思 然後所以也是我暑假做的試驗 就是我教小朋友 他用ChairGPT4 跟用大學教育部 有開發一個學習系統 叫印材網去自學 因為我本來有安排 那個線上小助教去教他們數學 就是他們不會的時候 有真人可以回答 就越來越好時間 在線上回答這樣子 結果後來發現 他們沒有人要問真人 每個人都是問AI 問ChairGPT這樣子 所以我就在想 他們應該是不好意思問 或是怎樣子 所以他們寧願花時間 去跟AI對話 請AI教他們 他們不懂的概念 我在想 我有時候也是會這樣 像我不會的問題 我可能也是先問 就像 我自己有時候 譬如說我要看醫生 我都會先Google一下 再去看醫生 我不會直接就去跑去看醫生 這樣子 有些問題 我們總是想先試著自己解決 然後我就試著 教這些科技化評量 沒過的學生 可能大家不知道 什麼是科技化評量 就是說 他在五年級 有沒有四年級 該有的程度 不是五年級該有的程度 四年級該有的程度而已 這些學生都過不了的 然後我就教他們 使用AI去自學 然後等到他們 暑假教他們 我開學之後 就沒有空再理他們了 就讓他們自己去 繼續使用這樣子 然後他們前一陣子 剛測完之後 六個裡面有五個都通過了 表示他們已經養成了學習的習慣 他們甚至之前是 可能數學考不到60分的那一種 他們都考過這些科技化評量了 而且有一個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他們比較早考 我會叫他們自己去看電子書 結果有一個給我看 用武俠武功學數學 我反而因為其他小朋友都是在看漫畫 就是點開什麼 微微疼什麼的 看漫畫這樣子 只有他還給我看那種學數學的漫畫 我覺得哇 他真的讓我感覺不一樣了 甚至那些 學期落後的學生 甚至還考贏了其中一個小老師 那個小老師可能覺得 這個太簡單 他根本沒有想要準備 他甚至這些 我們說學習上的烏龜 甚至還考贏的兔子這樣子 就表示說 只要我們透過這些工具 甚至有機會 可以點燃學生學習的火花 在不增加老師的負擔下 可以幫助學生學習這樣子 我特別會拍這張照片 是因為我不僅相信AI的力量 我也相信麥當勞的力量 所以我跟他們說 只要你考通過 我就請你們吃麥當勞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照片就是他們 我還問他們說 你們要去麥當勞吃 還是要在教室吃 這個小朋友就跟我說 他要在教室裡面 一根一根的吃給同學看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他這個 故意一根一根吃給旁邊看 他旁邊那個同學握著拳頭 準備要扁他這樣子 後來這樣之後發現 大家都想更願意想學習這樣子 對 簡單來說 我不僅相信AI的力量 我更相信麥當勞 或是雞排的力量這樣子 這樣的鼓勵就很有效 可是 爽過頭來 我發現這些外在的動機 或是外在的動力 讓他們想學習之後 慢慢的透過AI的導入 可以啟發他們的內在動機 幫助他們 看到他們自己的優點這樣子 當然重點還是麥當勞 相信大家都有看過這個圖表 這個圖表應該很多人都有看過了 這個就是哈佛大學做的研究 就是哈佛大學華頓商學院很多教授做的研究 他們導入BCC顧問公司 就是他們導入AI之後 在沒有使用AI之前 他們的曲線是這樣子 使用AI之後 他們的效率或是 整體的效率提升了17% 就是使用AI之後 同樣的 這個是BOOM的兩個標準差的假說 就是說 這個論文發表在1984年 到今年又開始紅起來 是因為美國的可汗學院的CEO Cell Caham 他又拿這個出來 他說 我們未來如果有機會 把深圳式AI導入到我們的教學現場 以前 大班式的教學 我們學習曲線可能是這種 很平的 比較 學習落差比較大的曲線 就是說 不管學生的程度怎樣 大概就是這樣的曲線 過去我們很多年很多老師在做的嘗試是說 透過老師有效的教學 讓學生達到mastery learning 經手學習 可以提升一個標準差 到達這個地方 在未來我們期望說 在AI的導入之下 讓提供每個學生他差異化個人化的學習 有辦法讓他們提升兩個標準差到這裡 也就是說 不管學生原來的程度怎樣 你原來考五六十分的學生 都有可能達到七八十分這樣子 整體而言對台灣會是一個很棒的助力 是因為我們未來一定是少子化的國家 如果我們每個學生都可以提升到兩個標準差的話 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整體台灣的社會一定會更有活力 更有希望這樣子 什麼是深圳式AI 這邊我們就快速講一下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已經知道了 就是有文字 有影像 有聲音 有程式的等等 最近程式很多深圳式AI的 我覺得大家都有玩過 都很有趣這樣子 好 我再簡介一下 Google跟深圳式AI的不同 因為我發現 這個一定要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 還是會把深圳式AI 當成是搜尋引擎 就像 之前有開成議會 就是說 所謂的中研院 深圳式AI的問題 大家都會把它當成是搜尋引擎 問他說 台灣的國慶是什麼時候 台灣的領導人是誰 然後就會出現一些 不可描述的答案這樣子 對 就會跟你的預期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 不管是你要教老師用 或是教學生用 很重要的第一點就是 告訴他們 深圳式AI一定會有換 目前還是會有幻覺還是有偏見 不可避免一定會有錯誤 但是我們老師要做的是 教孩子去辨識出這些錯誤 綁這些錯誤 當然是學習的養分 所以我也在想 或許以後 我們很重要的教學一塊 我們要加入所謂的批判性思考 教孩子怎麼去分辨可信跟不可信 哪些是事實來源 哪些是虛構的資訊來源等等的 好簡單來說 就有點像畫個簡單的圖 就是說 深圳式AI 我們以前在用Google搜尋的時候 我們比較是透過Google搜尋 我們會自己自己看過這些所有的網頁 然後綜合這些網頁 我們決定我們自己最後的正確答案 或是決定我們下一步的行動 這些過程以前都是我們 人腦自己思考跟判斷之後的 可是簡單透過深圳式AI 他透過你問的問題 他幫你自動省略中間的很多過程 幫你生成答案 等於有點思考外包 所以我們在使用AI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注意這個事情 我們如何去決定 我們可以相信跟不可以相信 我們要把哪些工作 委會給深圳式AI 好 所以總結來講說 深圳式AI 他不是搜尋引擎 很重要的意思 他不是搜尋引擎 不要問他 你不能驗證答案的問題 就是以免他給你錯誤的答案 你不自知 所以我一直希望 我跟學生說不管是你要拿來寫作文 或是你要拿來提問 拿來問問題 我都希望學生把它當成是一個 促進你的想像 促進你思考的工具 他可以提高你不同角度 你可以跟他對話 你可以問他 你沒辦法想像的問題 但是他不能代替你思考 總會後來有老話一句 以人為本 人才是最重要的決定的事情 好 這邊就有跳過 如果問出好問題 這邊我也有改版過 對 大家應該知道什麼是prompt 就是說譬如說 就是我現在有時候連臉書發文都會用 那個 嗯 嗯 對那個 稍微潤稿一下 就是說 這是 我本來是 我會想發這邊有臉書文章 是因為以前已經 畢業一個小朋友回來找我 他以前在我們班上都是最調皮的那個 他每次班上都是最後一名 然後我每次 因為他哥在我們 在六年級第一班 我們剛好是五年級最後一班 所以他哥就在我們班旁邊 他哥每次都是第一名 他弟每次都最後一名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對他爸媽很抱歉 結果他前一陣子他要 他已經找到工作 然後準備要去當兵這樣 他回來找我 就跟我說他已經在台機店這樣子 對 我就覺得 對小朋友 我覺得小朋友的潛力真的是很無限 他小時候 他就是很快樂 很樂天這樣學習這樣子 我就想這個小朋友 我就想說寫一篇文章 懷念他們這樣子 說你是小學老師 你懷念10年前畢業的孩子 現在過得好不好 請思考他們可能的成就跟困難 告訴他們你一直在這裡寫出一篇文章 他就說 時光飛是不知不覺中 距離你們從小學畢業已經過了10年 在這間教室裡 我曾見證你們的每一個笑臉 每一滴汗水和每一次的努力 現在的我常常會想起當時的你們 想知道你們現在過得怎樣 是否已經實踐了當時的夢想 我就覺得寫的已經比我好很多了 我就覺得他在激發你思考 但我會再修改 我沒有直接PO 請各位連友也不用去搜尋我的文章 謝謝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講說 所謂的Prom的技巧 這是根據吳文達教授的 Generative AI for everyone這個課程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覺得這個課程真的顯得很棒 他就是定義給所有人的課程 他放在Coursera上面 如果你不要證書是不用錢的 可是我比較假巴 我有去拿證書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他設計課程很有趣 他有分成三週 第一週就是在教你怎麼提問 第二週就是在教你怎麼用簡單的程式 他教你寫程式來認識那些簡單的 比如說RAG 一些簡單的AI的概念這樣子 都很簡單幾乎都是複製貼上 可是他有特別強調說 他覺得未來寫程式 是人人都必須要有的能力 再詮詞強調 這邊他強調一點寫程式 是未來人人都必須要有的能力 好 然後他那個課程第三週 他講到的是說 未來AI對我們的人類社會 對我們的教育會有什麼衝擊 會有什麼影響 他其實說被影響最大的 或是教育工作者 他說文堂教授應該大家都知道 相信關係AI都知道 他說未來被AI 我本來以為是程式設計師 因為我覺得AI可以透過Prompt寫程式 因為程式設計師影響會最大 結果文堂教授說 他覺得根據麥肯錫的報告 他說教育工作者 是會被AI影響的程度最大 可能會達到48%左右這樣子 所以 可是很多現場教育工作者 都好像還離我們很遙遠這樣子 所以可能要大家慢慢去思考這一點 文堂教授他把Prompt的技巧 他分成三種 三個 第一個是要詳細且具體 第二個 引導甚至AI思考其答案 就是有點像Channel of Rose這樣子 你要去引導AI去生成他的答案 甚至簡單的告訴他 一步一步來都可以 第三個就是要不斷的實驗以及迭代 現在用一個範例來解釋 什麼叫詳細解具體 就是提供詳細的脈絡 給生成士AI去完成任務 第二個要詳細描述你要完成的任務 我先簡單講一下 大家簡報會最後給大家 比如說我們一開始 我們希望AI可以幫我們寫一封信給孩子 如果我們只是在Prompt裡面 只是寫說 我想寫一封信鼓勵我的孩子 大家可以想見那個效果會怎樣 你根本沒辦法聚焦 他就會寫一封很rough的東西給你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把它修正之後 你加入一些你要做的事情 你希望他的對象是誰 你希望你的角色設定是一個正向的鼓勵的 你寫得越詳細 他就可以越針對你要的東西生成給你 修正之後就是說 你總是正向且善於鼓勵他的人 請你寫一封信鼓勵孩子 肯定他在學業上的付出 並且鼓勵他不斷挑戰自己 好 抱歉我現在沒有辦法 我看一下我範例好像沒有 好 不好意思請等我一下 好 這是一開始寫的 我想寫的封信鼓勵我的孩子 他就會寫的很廣泛這樣子 但是如果 我把它換成4一下 好 你總是 好 他就比較針對學生具體的回饋 然後說 首先我想告訴你 我對你在學業上的努力跟付出感到非常驕傲 每天你都在學校積極的學習 克服各種學習上的挑戰 你就會發現他就會寫得更好 更針對你想要的東西去寫 然後記住我永遠在這裡支持你 鼓勵你為你加油 就可以更針對你想要寫的情境跟對象 去做更詳細的描述這樣子 好 再來下一步要示範的是 引導甚至是AI思考其答案 就是以圈奧符咒的方式 告訴生成4AI 他希望如何生成的步驟 因為我們知道生成4AI 他是一種 他很擅長推理跟想像 所以當你提供他推理的脈絡跟情境 甚至你只要告訴他一步一步來 他就會想得更清楚這樣子 好 學生之後我就加入一些步驟說 我的朋友會變成說 你原來的寫得更清楚之外 我就告訴他說 第一個 先依照不同語氣 如幽默 正式跟疑案 三種語氣生成的草稿 然後檢查是否有錯誤 跟語意不清楚的地方 第三個 請你從學生的角度思考 你比較喜歡哪些部分 然後將其結合起來 第四個 請你生成答案之後 詢問我是否有要調整支出病 等待我回應 等於說你一步一步引導他 告訴他你希望他怎麼去生成 他就會生成更好的答案給你這樣子 好 這邊我就會複製 因為AI其實他生成範例跟生成 都比我們省很多時間 我們可能花了半小時 還不到AI生成 思考一分鐘所生成的東西 比如說他用幽默的語氣 甚至我還會 我還有用過請AI 用解釋同化固執的方式 來跟小朋友解釋物理的 或是化學的觀念這樣子 小朋友不見得聽得懂 然後我就叫小朋友說 你就再簡單一點 你幫我當成小學二年級的學生 你幫我當成幼稚園的學生 不斷的解釋 直到小朋友聽懂為止這樣子 對 就是各種不同生成的方式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就下一個 好 實驗跟疊代 就是說沒有所謂完美的Prompt 但是可以從簡單Prompt開始 然後你看看你的結果 是否讓人家滿意 並且知道如何調整Prompt 然後更直接寄你的答案 你會發現其實前面的Prompt 我都覺得有點太重 太重意思是說 當你把Prompt想出來 其實答案也差不多想出來 你要什麼 對 所以問答就他建議做法說 你就簡單開始 你想到什麼就問 問了之後再不斷的調整 但是我們一開始在教學生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懂 所以我也在思考說 我們為了到底要教孩子什麼 除了教文言文之外 除了教孩子文言文之外 我們到底要不要教小朋友 如何跟AI寫作 這其實涉及不同的教育取向 可是我覺得可能也需要 大家重新對話思考一下說 如果我們要幫助孩子在未來成功 或是我們要幫助孩子成為他自己 這兩種取向就對孩子要學什麼 就有很大不同的教學取向 如果要幫助孩子在未來成功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教他們 怎麼樣正確的使用AI 包括如何鑑別AI的答案 怎麼跟他人寫作 因為不好意思我稍微離題一下 因為我自己會在想 當AI越來越發達 很多程序性的知識 或是事實性的知識 孩子他可以在家裡自學 他來到學校目的會是什麼 當前面的學生跟後面的學生 程度越拉越大的時候 學生還有必要來學校嗎 這就是我們下一步要去思考的問題 當程度好的學生 他就不用想來學校了 因為他覺得他在學校得不到 他可以得到肯定 但是他只是為了得到肯定而來 他不是為了學習而來的 他來學校是為了贏過別人 相對的學習落後的學生 他就更不想來學校了 因為他來學校就是被羞辱而已 所以我們下一步應該要去思考說 這也是AI的衝擊 會影響我們下一步要教孩子什麼 跟我們要如何進行教學 因為很多的數據已經告訴我們 目前 所謂的馬太效應 就是好的學生會不會放大 新的工具進來 他一定是好的學生會不會放大差距 你現在可能小學還可以強壓他在學校 國中高中甚至大學之後 當他學習都是獨自業的時候 他能不能在學校中得到學校如何跟人家相處 如何表達他自己 還是他只是一個很會用工具的人類 所以我在想未來的教學的模式 跟典範一定也會再轉移 所以我現在都鼓勵我們學校老師 或是我自己都是這樣子 鼓勵孩子先在家裡 或是利用課語的時間 把一些事實性的知識學會 來到學校之後 他要學的是如何跟別人一起合作解決問題 簡單說我在上課的時候 可能我之前在上自然的時候 我就會把課本的問題 或是他學的概念 拆解成轉化成一個 他們有一點點難度的東西 然後希望他們透過小組合作去解決 然後AI也可以幫助老師 去設計合作學習的任務 甚至AI可以幫助他們做一個第三個知識 一直故意挑他們毛病 類似這個樣子 讓他們學會跟AI協作 這邊採用功能 我就會放在附路的地方 我就不會一個一個講這樣子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教育部也有出一個 中小學的數位教學指引 什麼叫指引呢 就是當作參考 但是 就當作參考而已 對就是 OK 這個指引也會放在簡報裡面 大家可以進去點 他會把甚至AI 放在附路的地方 因為不僅是 我先點一下 我看能不能下來 好 甚至AI與教學 這個指引是 現場老師都知道有這本 但是應該沒有人會去看這本的書 這樣子 因為很多老師可能還沒有意識到 什麼是甚至AI 跟 我為什麼要用甚至AI 所以我在想可能 教育部已經有開始有找一批老師 開始在思考 要怎麼幫助老師用甚至AI 然後據我所知 現在台灣的幾大學習平台 G1跟E財網 都已經導入去的GPT4 在他們的學習平台上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 大概在明年年初 台灣就會有類似CAMIGO的東西上線了 只是說他目前好像還沒有對全國的實證開放 只有有部分願意嘗試的老師開放這樣子 因為據說就是很貴 對所以他目前只有針對有申請的老師 願意開始做這樣子 好 這是教育部的數位教學指引 我記得甚至AI他在50幾頁的地方 我看一下 就是他有講到說 甚至AI 學生如何應用甚至AI學習 然後老師如何利用 甚至AI他只利用說設計評量規準 或是協助分析 但是他不會講得很明確 不會說高理數學怎麼下課 怎麼改學生考卷 這個不行 這容易會有意義 他就給你一些建議使用的情境 但是還是需要老師自己去嘗試 自己去摸索這樣子 可是我們知道現在老師 不是現在老師 現代人都只是想要開箱其用 最好可以複製貼上的東西 對所以這個還是要進一步的深化跟調整這樣 然後學生可以怎麼應用甚至AI學習 比如說作為AI的助教 比如說建議他學習的策略等等的 這些都是可以激發學生想像跟思考的方式這樣子 好這邊還有講到我覺得 就是老師在使用甚至AI注意事項 就是老師的教學專業還是最重要的事情 對就是老師的教學專業 才是決定你要不要用AI跟你教學目的 不要讓AI去取代老師的工作 因為當老師把所有的工作委派給AI 包括改考卷跟學生相處的話 那很可怕的是老師的專業 老師的位置就不見了 對還是要以人為本 對 好就甚至AI他可以在教學中講說 貝克教學評量可以怎麼用 包括設計教學活動分組學習 小組討論設計努力教案 然後教教學角色扮演等等的 因為甚至AI你叫他扮演歷史人物 像國外常作就是叫他扮演 Grad Gatsby某個文學作家 可是我發現他比較不懂台灣 所謂中國文學作家 可是你如果叫他扮演比如說科學史上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在教光的直線前進 我叫AI扮演牛頓跟虎克 因為一個是波動說 一個是例子說 叫他們兩個辯論之後 說服我這樣子 讓學生去跟他們兩個辯論 這個也很有趣這樣子 接下來 這邊我就快 因為還有只剩8分鐘 我就快速講一下 然後行政工作來講 就會有說如何寫信 這邊有很多很多的prompt 但是我想說的是 這些工作 這些prompt都只是起點 給大家一個想法而已 各位 各位夥伴 你們在用的時候 你還是要根據你實際運用的狀況 對象 情境 去不斷的微調去調整 這才是最符合你使用的話 沒有一個prompt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 甚至早期剛開始的時候 很多人在網路上賣prompt 說這本書多少錢 線上付款這樣子 他都建議這個還是沒有用 你還是要掌握如何提問 掌握如何跟他對答的技巧這樣子 好 今天我就重新跳過 因為這我只是給大家一個起點而已 好 最後幾分鐘想跟大家強調一下 就是我在帶孩子的時候 我會比較希望孩子去理解 整個問問題的情境 從第一個你要明確去思考 你在第一個你的問題裡面 是否有清晰的情境明確的角色 具體的目標等等的 幫助孩子去確定說 你在第一個問題提問的時候 你要包含哪些應該有的元素 我甚至少會做一個學習單 放在桌上 他們有了就給我打勾 都有了才能可以把字打上去這樣子 然後再來第二個 他在跟AI對話過程中 他要去要求AI解釋 要挑戰生的是AI 叫AI舉例 叫AI類比 叫AI調整答案 或是簡單來說就是一個灌老闆 拼命挑錯 我覺得你這個做的不好 你把第二個跟第三個答案結合起來 再說一次 我覺得你這個答案很沒有人味 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請你再說一次 就類似這個樣子 你要不斷的去挑戰生的是AI 去要挑戰他的極限 然後再來你在問問題的過程中 你要去不斷的你要去 因為我知道一開始在用生的是AI的時候 你很容易被他帶歪方向 你就問AI他答B 所以你要始終要站在一個比較高的高度 你就要去思考他的答案 是不是符合你的想像 你要的方向 當然要走歪的時候 你要把它拉回來這樣子 最後當你問完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去評估你整個過程中 是不是有幫助你思考 還是他只是代替你思考 所以當這個過程中 我都會叫學生再給我填這個學習單 他要去評估他整個問問題的過程中 AI生的答案是不是有偏差 是不是正確 他是不是這個資料來源 是不是都是AI講的 還是他有第三方的資訊來源可以佐證 再來他的文本是不是合乎邏輯 而且連貫的 因為不知道AI有時候寫著 一開始我教小朋友用AI寫著文的時候 他的重點都很奇怪 比如說叫他寫一篇遊記 他跟我說我用筷子吃飯 我吃得很高興 他前面看什麼海豚跳水 看到什麼做瑜伽我都覺得很棒 結果他的重點是用筷子吃飯 我說怎麼會這樣 後來我在想應該是因為他的 資料來源可能都是英文世界的關係 可能英文世界會覺得用筷子吃東西 是很新奇的經驗 可是放在我們台灣 我們不會覺得用筷子吃飯 是很神奇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他要請學生去挑出他AI生成文本 要請他自己念過去理解說他生成那種 是不是符合邏輯 第四個是符合目標 就是他在過程中 有沒有被AI帶歪方向 還是你可以引導他往正確的方向調整 第五個我覺得我寫得太大 因為我自己在跟學生解釋 這我還在嘗試改這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我一直希望是透過AI的問答 可以去觸發學生所謂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跟創意思考 因為我們以前在小學 或是在任何一個教學院 我們很難教小孩子所謂的批判性思考 因為小朋友連話都不講了 連問題都不問了 你要怎麼叫他批判性思考 因為批判性思考 我們就是要他去挑戰其他人 而且我們 我們又是一個不善於挑戰他的人 這樣子 可是我後來發現我叫小孩子去挑戰AI 他們都很願意挑戰 你可以訓練孩子去挑戰AI 去訓練他的批判性思考 所以我現在在想的是說 我們下一步 如果真的要教孩子批判性思考 AI或許是一個很好的工具跟機會 去教小孩子如何去 根據事實去做立場的推斷 或是說服其他人 我覺得可能是下一步 我們教育要走的方向 因為以前在教學現場很難教 是因為批判性思考 好像不屬於某個領域 可是我們在國中小甚至高中 我們都是用領域來區分 我要教什麼我不教什麼 批判性思考大家都覺得很重要 但是沒有人要教 簡單不能說沒有人要 你去看國外的課本 好像國外的課本 好像會在語文課會教 或是所謂的哲學課會教 可是在台灣我們就只有上文言文 我們教學目的好像就不太一樣 所以我會覺得 或許這是一個在不破壞現有體制下 去融入一個新的工具 可以達到我們要教學目的一個方式 只是說我還想不清楚說 到底要怎麼推跟放在什麼課程上 來推所謂的批判性思考 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認知太大了 甚至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該怎麼推動 都是我們要去一步一步思考 只是我想到說 因為我在帶孩子提問討論 利用AI的時候 我想到說 甚至AI或許是一個很好 可以作為批判性思考一個工具 因為小朋友他不怕使用 他不怕去挑戰其他人 他不怕去說服其他人 但是我們要找到小朋友 怎麼去確認事實來源 怎麼確認自己被說服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會希望小孩子 他在問的過程中 他可以去評估他自己 有沒有激發他的壯意 有沒有想到 AI有沒有讓他想到 他沒有想過的東西等等的 最後我想請大家思考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我們都知道 AI會像放大鏡一樣 AI會放大學生的學習成就 放大學生的未來 你覺得哪些能力在未來 會變成沒那麼重要 當AI知識 背誦 我沒有固定的答案 我只是想邀請大家一起想想 哪些能力會變得沒那麼重要 AI興起之後 因為在20年前 Google興起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 Google興起之後 我們很多東西不用教 但是你發現20年後還是一樣 文言文還是有 我剛好比賽 我不是故意小贏 所以請大家想想看 你覺得哪些能力 20年後或是10年後 就關乎你的選擇 就是未來你要把你的時間 你的天賦點在 你的天賦數 點在哪個技能上面 你覺得AI信息之後 AI一定會放大人的成就 我們目前看起來都是這樣子 AI會放大未來孩子的成就 你覺得未來哪些能力 會變得沒那麼重要 哪些能力會放到你未來的成就 我自己會覺得 如何把問題問好 跟拆解大的問題 甚至批凡心思考 都會是未來很重要的能力 因為那個關係到你如何 去跟AI協作 當然你domain knowledge也是很重要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些 你的專業的程度 他會放到你的專業 但是他不能取代你的專業 嗯好吧不好說 對不起 這句話好收回 對 就是 對 就是因為AI已經太多可能 跟太多想像了 所以 我只是想說 哪些能力會放大孩子的成就 那我們要不要教孩子這些能力 又是一個問題 如果這些能力會放大孩子未來成就的話 我們要不要教 還是我們就是堅守我們的傳統價值 不是堅守我們的課本的內容 我們要把我們課本的內容交好 孩子的世界是孩子的世界 跟我們沒關係 這就變成價值的取捨這樣子 好 最後我想跟大家講 這是 這個圖示來自於美國科技辦公室 他說未來的AI跟人類協作社會 還是會以人為本 AI會像人類跟AI協作未來 人類會比較像是騎電動自行車 你踩得越快 他會跑得越快 而不是像掃地機器人 你按一個 你會幫你自動做完所有的事情 所以回到我講的 AI會放大人的成就 取決我們人本身的能力 哪些能力會放大 我再希望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 謝謝 簡報 好那個簡報 簡報 我請大家可以掃QR Code這樣子 謝謝 謝謝老師